第 2 場是領一組 4 班 12 米 我的重心場次之一,如其他應該會正老少少的才果一海 我順暗落雷拉選那隻 5 號翡翠鳳凰 因為同場有那隻質身不錯的平海掌聲,他都不選 上場其實也算做夠功夫來跑 輸給八卦團結力量,都是一些側身的馬 他都是拉士叮噹碼頭拍照輸了 也算是跑第 3 馬 今次莫雷拉選騎,一定要先秤 聽說馬房,這次都很緊張這隻馬 應該都可以順利開債保重 4 號平海掌聲,莫雷拉不選,他都是一隻好的馬 你看看,他跑兩次也有第二 輸給的都是硬的,輝王心,升班再贏 那隻複日初出,基本上是像神粗一樣 按著上來,彈你整條街 他本來輸給兩隻好 他的進度比他更快,潛力好比他的馬 也沒有話可說 已經證明過,放在利敬國 剛才也說過,今次有些合作的 就是這樣,你見過這些半賬試馬 把握得到的,遲些可能會多些合作機會 那,雷神不選,這些馬應該就好一點了 其實4-5這條Q,熱就熱些 但都值得拿來所有人做過關變配器 所以大家參考一下,4-5這條單棍 那如果選擇三重彩腳,我就選擇多一次這隻3號的家應精彩 之前都說過,幕後都覺得這隻馬是有些料到的 所以早兩三場已經說會搏帶 搏來搏去,都好像只有一個近字 好了,上場放到彭國連上去,都是平海象星複日那一場 他叫拿回第3號,但當然對頭馬沒有威脅 都輸給平海象星一個新位 今次抽起彭國連,放回之前跑開的田太安上去 希望會再近一點 暫時也不是說有太大進步 可能還要跑一下才慢慢來 但已經有證明,他是有基本的戰鬥能力 三甲一定要扭住 再選擇上場,即是贏得蠻出色的8號前途餐 你看回他14檔的走位 由尾衝上來,打脫你過多身位 在這些低班短途賽是蠻難發生的事 我自己覺得,你見他贏都是一錦就過了 馬金貴是適合得很重要的 都叫暴入黃金旗,可以追多幾場都不怕 馬金貴來得不錯,馬房金貴是博開的 今場我自己拿蛋博運 一定是5號的翡翠鳳凰 順南莫雷拉一票 Gert 4號的平海象星 3號的佳應精英 採取落在8號的前途餐難